这个女人在南极被冰冻了5000年 才被科学家发现抬回了实验室 经过一番技术讨论 科学家决定用高温对冰块进行融化解救出来她 仅仅过了一个小时 被冰冻的女人就露出了一个脑袋 就当医生看到她美若天仙的容貌后 当场让她羡慕不已 接着她拿出手电筒 想要仔细查看 结果 医生直接被吓出了你手机里的第三个表情 只见她那瞳孔竟然还能动 我里个乖乖 都5000年了女人居然还活着 她赶紧报告队长 队长赶紧调来两个不要钱的烤箱 把温度瞬间调成了1000摄氏度 仅仅过了四个小时 女人就成功地被解冻出来 医护人员赶紧把她抬到了一旁的手术车上 随后把她的衣服全部剪开 给她输上了不要钱的氧气 可就在这时 神奇的事情发生了 女人竟然恢复了心跳 并且还越跳越快 但下一秒 心跳却又突然停止了 医生赶快拿出电运斗 想要给她刺激一下 但就在这时 随后女人突然睁开了眼睛 一头卡在喉咙里的五千年老痰 瞬间喷涌而出 女人居然神奇地活了过来